在凯尔特人与黄蜂的首场祭前赛上,绿军五虎西术登场,最多时曾领先黄蜂二十分之多,只可惜在下半场,是蒂文森派上大量击捕猎兵,绿军也在最终被黄蜂一转取胜,而文锦登场二十二分钟便拿下九分四篮板三助攻两封盖, 商与付出的海卧德得到十分三篮板,状态不错,虽然绿军痛是好局,但是这仅仅是季前赛,教练更多时候都以列宾为主,在詹姆斯离开东部之后,东部没有球队能与绿军抗衡,而他们身上的四大特军将会帮助球队挺进总决赛,与联盟其他球队的首发不同,绿军在阵容配置方面,显然更符合现代篮球的潮流, 无论是欧文还是内线的霍福德,他们都拥有不错的持球能力,并且自主进攻的效果都不错,在海卧德回归之后,绿军拥有了更多的火力点, 而且海卧德的存在将会令欧文从防守中解放出来,可以保留更好的体力去参与进攻,再加上布朗和塔图姆在封线位置的侵入,凯尔特人的攻击力,在东部无人能与之匹迪,相比于勇士的死亡无想,绿军的配置似乎要更胜一筹,第二点优势,便是他们强赢的防守,在这一点上, 或许是凯尔特人与勇士死亡无想抗衡的最大武器,勇士死亡无想之所以强大,就在于无限坏防之后的错位进攻, 杜兰特更是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,相比其他球队,凯尔特人就没有这样的顾虑,多年与不离的较量,也让欧文掌握了防守心得,除了后卫线上的欧文, 绿军其他先发球员,都可以防守多个位置,如果面对勇士,绿军将会派出海沃德,布朗和塔图姆三人轮番钉方杜兰特,这样可以最大程度消耗他的体力, 第三点优势,便是绿军的多人挡拆战术,与勇士动武球跑动相似,凯尔特人在战术体系中通入了大量的挡拆配合,这样的战略对于防守球员来讲, 经常会造成路人之后的防守漏洞,尤其是当霍福德提伤把球线挡拆时,凯尔特人的进攻火力,达到了加倍的效果, 当霍福德为队友设置掩护时,凯尔特人每百次机会,可以得到103.7分,正因为有霍福德的存在, 他的无球侧印和出色的传球视野,令绿军的内外线得以正常运转,再加上布朗, 他图母到拆后的切入,绿军的进攻将会比上赛季还要强大,第四点优势,便是绿军的摆动深度, 斯马特的重要性自不必多提,拥有首发能力的他为了球队甘鲜做一名替补,为的就是帮助绿军保持战斗力, 而莫里斯作为霍福德的替补,很好地完成了史蒂文斯交给他的任务,尤其是他与霍福德同时出场时, 莫里斯的三分球更是绿军拉开比分的秘密武器,而上赛季欧文受伤之后, 罗奇尔更是接过了推动球队进攻的职责,他的中投和突破极大程度弥补了欧文缺针带来的影响, 在新赛季,这将是绿军战胜强敌的重要一环,在海洛得付出之后, 凯尔特仁的先把五虎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新赛季, 斩姆斯的西游领绿军在东部几乎没有敌手,就账面阵容上看, 或许只有七十六元能与之匹敌,但是他们的后卫现实最大缺陷, 一代绿军磨合成功,那么他们将是东部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。